1979年的一天,成龙和朋友正在街边吃饭,突然一群持刀持棒的人气势汹汹围了上来。 其他朋友纷纷逃窜,我有红金宝一人留下与成龙一起面对。 眼看这一场血战,在所难免,成龙一个电话打给王宇,这人道王宇大哥我被人围堵救救我吧。 接到电话的王宇,二话没说就赶了过来。 并且很快就帮成龙摆平了此事。 自此之后,成龙十分感谢王宇,直言道,红金宝和王宇是我一辈子的大哥,我能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他们两个人。 1944年,王宇出生于上海弄堂里的一个富裕家庭,父亲经营着一家面粉厂,生意很好,因此他从小就过着锦衣玉食,不知穷苦为何物的生活。 王宇生性好动,从小对打架前有独钟,是街坊四零眼中的孩子王,也没少让他父母头疼。 为了消磨精力,父母将他送到上海体育学院武术。 在校期间,他学习了空手道,琴拿,船舞等多种格斗术,功夫了得。 1961年,因打架声势,王宇被上海体育学院开除。 此时,驾桥赶上父亲要到香港发展生意。 于是,17岁的王宇便跟着家人赴港。 到香港后,父亲通过关系,把王宇送进了珠海学院学习土木工程。 可王宇对学业并不感兴趣,而是喜欢逛交朋友和武侠弄棒。 一日,一个朋友对他说,你功夫这么好,你为什么不去当武打明星? 王宇把这话听了进去,恰逢60年代的香港武侠文化兴起。 作家金庸、古龙、梁雨生、黄毅等人写的武侠小说,一度受人追捧。 民众对于武侠电影的需求极其迫切。 1964年,一直想复兴尚武精神,希望重振男性英雄主义的邵氏导演张彻时,年四十岁。 他准备大干一场时,于是为即将开拍的《虎侠兼仇》电影公开争选男主角。 而此时的王宇刚好毕业,正无所事事,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就去了片场。 他现场打了一套拳,刷了一套刀,动作干净利落,自信满满,同时又长得见眉心目,阳刚帅气,像极了大侠的样子。 让张彻眼前一亮,王宇最终从1600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,成功与邵氏签约。 张彻十分钟爱王宇,不但让他参演了男主角,还守他为关门弟子,成为了张家班的大师兄。 第一次就出演男主角,为了演好雷虎这个角色,王宇在武士的指导下闭门三个月,悉心苦练武艺,最终不负众望。 使得电影大获好评,1967年,张彻为王宇量身打造一部《独臂刀》,演绎的是主角方刚在断臂之后,涅槃重生的故事。 王宇将电影中的独臂大侠塑造得十分成功,不仅眉眼如刀,重情重义,刀法更是使得出神入化,虎虎生风。 看的人直呼过瘾,这部电影上映后,在香港电影行业引发了巨大轰动,不仅成为了华语史上第一部票房过百万的电影,还开启了整个电影圈以男明星为主的电影时代。 王宇更是凭借这部电影《红瓶大江南北》,张彻也从此成为百万导演。 邵氏也因此在香港武侠电影市场中勾下一些之地。 可以说,王宇的独臂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 独臂刀之后,张彻乘胜追击,又让王宇主演了金燕子、独臂刀王以及王宇自己指导的龙虎斗。 这四部电影也连续四年成为香港电影的票房冠军。 自此后,王宇不仅成为了邵氏最年轻的导演,也一跃成为了香港票房最好的武打巨星。 1971年,周恩怀成立了佳和公司,并与王宇签约,策划王宇转战台湾。 佳和延续了王宇最经典的独臂英雄形象,并与日本电影公司合作拍摄了独臂刀大战盲侠。 上映后一如既往的大火豪评,王宇就此也打入了日本市场。 随后王宇又自导自演和担任出品人,推出了几部影片《黑白道》、《追命枪》、《独臂拳王》等作品都大卖。 也正是这一年,李小龙重返香港,加盟加和。 唐山大兄横空出世,上映不到三周,票房就达到320万港元,创下香港票房记录。 第二年,李小龙主演的电影《金武门》、《猛龙过江》相继上映,连续打破当年的票房记录。 自此后,李小龙一跃成为与王宇并列的武打明星,而此时的成龙正在片场忙着跑龙套,他即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武侠时代。 而王宇正是他的贵人,1973年,李小龙在性感女星丁沛家中暴毙而亡,一代功夫巨星就此陨落。 捧红李小龙的导演罗维悲痛过后,开始寻找下一个可以代替李小龙的武当明星。 他将眼光投向了武师陈元龙,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再次捧红下一个李小龙。 于是,他劝陈元龙改名为陈龙,并认他为干儿子。 罗维让陈龙模仿李小龙的打法,并为他拍摄了《心惊武门》,可效果并不理想。 陈龙也渐渐发现,自己并不适合李小龙刚硬的风格,并将此想法告诉了罗维,却被干爹劈头盖脸骂了一顿。 自此后,陈龙就想脱离罗维寻找自己的风格,却苦于无门。 但幸运的是,陈龙遇上了王宇,一个月提携后辈,并且乐于替人打包不平的人。 王宇一直看好陈龙。 在拍摄《风雨双流行》时,他推荐陈龙出演反派男二号。 两人时常在片场遇到,一天陈龙将自己的困境告诉了王宇,并跪地求王宇帮忙。 一向侠义心肠的王宇自然应下,第二天,王宇就找到了罗维谈判,并在他的周旋下,罗维同意陈龙离开。 可事后,罗维终究是咽不下这口气,于是出现了《开头请心意安打手教训成龙》那一幕。 成龙只得再次向王宇求助,王宇帮人帮到底,彻底帮成龙摆平这次风波。 此后成龙才得以机会出演众多的经典电影,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国际功夫巨星。 可以说成龙有今天的地位和荣誉,王宇功不可没。 可王宇为什么能帮成龙摆脱困境,就不得不说到他的另一个身份。 即竹联邦骨干人员。 1976年,王宇和朋友在杏花阁酒家吃饭,因争一个陪酒女和四海帮成员大打出手,并造成一人中枪,两人受伤的流血事件。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杏花阁血案。 王宇加入了竹联邦,并很快就凭借名气和一身功夫成为了社团骨干,又加上他意气直率,又狭义心肠。 几年下来,道上朋友众多,比如香港14K大佬陈慧敏是他的结拜兄弟,美国华清邦大佬与他交好,同时他与陈其里的私交甚好。 所以,凭债他身后的江湖背景,罗维自然要给他面子,毕竟得罪了王宇,以后就别想在电影圈里混。 只是一入江湖便身不由己,作为江湖中的大佬,腥风血雨的事自然少不了。 1981年,王宇在天厨餐厅宴请朋友,四海帮几名人员气势汹汹赶到,并将王宇砍成重伤。 王宇随即被送往医院,又是书写,又是抢救才保住性命。 之后,王宇将四海帮等人告上法庭,而四海帮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大,便有意求和。 于是帮派中间人去调解矛盾,没想到的是,中间人是个憨货,根本就没把王宇放在眼里。 此人言语恶劣,态度嚣张,惹得王宇的手下怒火万丈,直接在法庭大厦将他砍成重伤。 这两次流血事件分别被称为天厨餐厅血案和法庭大厦血案。 这两次事件影响恶劣,王宇虽然全身而退,但名誉严重受损,烟疫生涯和江湖之路就此中断。 此后,王宇转而地产和实业投资,猛人终究是猛人,短短几年就凭借自己的经商天赋,赚得盆满钵满,身价上益。 2011年,在陈可欣的力腰之下,67岁的王宇复出影坛拍摄武侠,在片中他饰演的教主不怒自威,霸气外露,让人不寒而栗。 后来王宇又出演了血滴子和诗魂,并靠诗魂中王伯伯这个角色提名了金马奖最佳男主,还拿下了台北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。 2019年7月26日,一生共拍了60多部武打片的功夫巨星《王宇》荣获第5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终身成就奖,算是给他的电影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。 回顾王宇的一生,他年少成名开启香港武侠时代,周年成为帮派大佬,经历三次血案全身而退,转而经商,成为了亿万富翁。 万年复出,荣获终身成就奖,他的人生不可谓不传奇,只是英雄垂目,如今的王宇已是77岁的冒蝶老人,也曾二度中风,身体没况愈下,早没有了当年的风采。 但他曾在屏幕上呈现的刀光剑影和侠义江湖,在我们心中终不会褪色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